接下来大家请看科目手铐的规范使用 手铐的规范使用 第一个考核要求 确保对方在被控制的前提下进行手铐约束 在确保对方被控制的前提下 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言语警告控制 第二种进攻行警戒控制 第三种辅助警戒人员控制 洪荣县公安局民警 现依法对你进行警戒代理 在此期间请遵守法律规定 服从警察指令 清楚没有 当对对方使用言语警告无效时 可配合使用进攻行警线 进行言语警告 洪荣县公安局民警 现依法对你进行警戒代理 对啊 听从警察指令 否则使用警棍 洪荣县公安局民警 现依法对你进行警戒代理 在此期间请遵守法律规定 服从警察指令 清楚没有 别动 否则使用警棍 缓外转身 双手抱脱 两脚飞开 再开 小心外面 头上走看 别动了 别动 别动 动了 动静 动静 报告口关上靠搜身完成 下边请看推背噴射器的规范使用 警察别动 武刀使用推力噴射器 无关远远躲避 啊 不要动 不要动 好好好 赶紧给我洗赶紧给我洗 拿手给看 警察指定 武刀再次使用推力噴射器 好 向右移动一步 离开护软区域 再向右移动一步 不要动啊 坐在地上 双手后背 不要紧张 不要恐慌 现在带你用活血筋清洗 你八小时内有没有饮酒 没有 有没有心脏病 高血压食 没有 有没有戴隐形眼镜 没有 没有 但是 因此 有没有